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十年就像做了一场梦 可是我活了七万年 却发现 好像只有梦里的这十年 我才是真正活着的 带我来这干吗 见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老朋友 你还真是交友广阔 连凡间都有熟人 是啊 都认识五万年了 你看 她来了 我们留恋的时候 罪不能回头 扶空的双手 不忍回首 惹语又欢声 若情的事情的拆脱 认死的是否 一招不舍 一生难得 为你放弃我 所有 花开无言为君梦 爱云成苍狗 一世卖愁 一世卖愁 一世解忧 一世盼子 又不舅 让回忆心衰尘 我曾去看过她的命部 她是因神之谷而死 所以这五万年来 过得生生如意 事事顺心 每逢有危难的时候 都会有贵人出手相助 这一时她姓芳 最高会做到尚书令 夫妻和睦 子孙满堂 寿终正寄 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啊 不必了 不是一直想见她吗 既然见着了 为什么不上去说两句话 有什么好说的 她早就不记得我了 你我是神 想让她记起以前的事情的话 并不难 要下雨了 我们躲一躲 几下雨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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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 小先生 慢点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姑娘 我父中的胎儿如何呀 夫人放心 你只是动了胎气 加上身子比较弱 我给你开几副安胎药 再补补身子 服上三副之后 应该就无恙了 多谢姑娘 我和夫君相伴多年 一直都没有孩子 夫君虽然嘴上不说 可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童 都很是欢喜 我曾多次劝他纳妾 可他偏偏不肯 这个孩子 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初为人父母时的那种喜悦 和成就感 是这世间任何事情 都无法取代的 日后再有孩子 或许欢喜高兴 但绝比不上第一次时的 这种紧张和激动 可都说女人生孩子 就跟过了一场鬼门关一样 夫人不怕吗 怕呀 谁又能不怕死呢 姑娘 你一定没有成家 也没有心仪的人吧 此话怎讲 孩子在老人的眼里 代表着血脉的延续 和家业的传承 但对两个挚爱的人来说 却是一份 独一无二的回忆 在你们为相遇之前 分别都有着独属于彼此 而却无法分享给对方的生活经历 可一旦有了孩子 他就把你们之间 紧紧地系在一起 当你们老去 甚至死去的时候 这份留在世上的血脉 会一直存在 并且一代代地相续下去 无时无刻地不再证明 你们曾经深深地相爱过 夫人 你夫君能娶到你 真是她的幸运 应该说 能嫁给她 是我的幸运才对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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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相公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哪里不舒服 已经没事了 多亏了这位姑娘出手相救 多谢姑娘 那我先去给夫人抓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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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真的没事吧 没事 啊 你可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 凡事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的吗 知道了 是我不好 可我想出去散散顾秤了 说起来 一切都很寻常 就像是世间大多数寻常的夫妻一样 远没有私命编的那么波折离奇 我下凡历劫 没有了法令 也失去了记忆 只是这世间寻常的一名女子 父母谈不上恩爱 但也相敬如宾 直到十五岁那年 我遇见了她 她是我父亲同僚的儿子 刚从老家回来 与我同岁 两家人便定了亲 醒了个日子 就成亲了 成亲的当天 她掀开我的盖头 愣了半天 说 原来你长这样 见过这么多次了 她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说她是不是个呆子 我娘说 她是读书读傻了 一点都没说错 后来她父亲出了点事 丢了官 她也屡次科举都考不上 日子虽然过得清平些 但她画功很好 我们靠着写字卖画 准备相读 庿字卖 Lust 你也想链 感谢 邻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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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